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台湾中环队今年则以四胜三负的成绩获得以继联赛第八名 明年将继续在以继联赛中奋战 另外 参加中国女子以继联赛的海风奇悦女子队 今年也有不错的发挥 尤其今年拿下女子最强的杨子轩 更是在此次比赛中获得六胜一负的个人成绩 带领女子队拿下以继联赛第四名 表现可圈可点 接下来为大家带来国际消息 日本第七十期王座战五番胜负 由台湾女日骑士于正奇挑战景山玉泰 最终景山以3比0玩封于正奇 完成王座二连霸 三星杯世界赛在两周前落幕了 由韩国选手包办冠亚军 其中女子第一人崔金更是表现优异 击败了世界顶尖的男骑士 一局闯入半决赛 不过中国也不遑多让 立即在LG杯大赛中反击 11月15、16日分别由丁浩击败韩国选手江东论 杨鼎欣击败韩国第一人深圳旭 两人将于明年2月争夺冠军宝座 第一届韩国KB联赛将于12月28日举行第一轮比赛 这次比赛有别于以往 特别邀请日本和台湾参加 台湾方面将由许浩红、王元军、林军燕、赖军府、陈其瑞等五位台湾顶尖高手出赛 相信一定能为台湾取得亮眼的成绩 谢谢大家收看本周围棋新闻周报 我是职业骑士余力军 我们下次见 拜拜